2024年5月份国内电影市场非常值得期待 五一档母亲节520都在本月聚集 各种风格的电影应有尽有 那么5月什么新片最值得看 5月新上映的电影有哪些 下面细说小编为大家盘点2024年5月上映电影名单 1. 维和防暴队 1分之5上映 5月必看新片推荐中维和防暴队是票房最被看好的作品之一 影片由刘伟强监制李达超指导 黄静瑜 王一博 钟楚希领衔主演 故事取材自珍视维和行动 聚焦鲜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维和警察 为观众呈现视觉和心灵的双重冲击 为了保证影片的专业性 剧组此次更特意邀请服役16年 曾两次参与维和行动的警官在拍摄现场全程指导演员 力求从身形身姿到战术动作都呈现出维和警察的精神风貌与应用风采 2. 九龙城寨 维城 1分之5上映 九龙城寨之维城是5月即将上映电影中细说小编尤其期待的一部 影片根据月儿原著小说《九龙城寨》改编 郑宝瑞指导《古天乐》《红金宝》《人贤奇》《林峰》主演》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入围了第77届嘎那电影节 午夜展映官方单元故事设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恶名昭著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中黑帮盘踞 危机四伏 一位落难青年因逃难误闯 却意外在此收获兄弟情谊 与此同时 基于城寨许久的恶人帮掀起了一轮轮夺债狠斗 保卫家债的高燃热血之战随即爆发 3.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是 1分之5上映 2024年5月上映电影列表中 大部分代曝作品都压在五一档 比如《这部杨幂》 于谦 田玉 于艾泪主演的悬疑喜剧片 讲述了人在座 天在看 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四个互不相识的人 在西园后台库房分赃 竟意外牵扯尽一桩命案 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 翻滚着层出不穷的悬疑 贪婪和欺瞒引发连环逆转 终于 四人特殊身份渐渐浮出水面 神秘的真相也呼之欲出的故事 4. 星球崛起4 新世界十分之五上映 星球崛起4 新世界十五月上映大片中备受瞩目的一部 该片是星球崛起3 时隔七年后的续集 故事设定在原流感病毒蔓延全球的背景下 凯撒去世三百年后 他的儿子将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人类几近毁灭 而进化为高级智慧生物的原类 一跃成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 时宜时宜 暴虐的原类首领赛撒 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原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星球崛起 这是世界新秩序诞生的黎明时分 5.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5月12日上映平遥国际电影展费幕荣誉最佳影片 2024年5月新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将于母亲节上映 影片本身是一部纪念妈妈的电影 2021年曾入围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第2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还获得了第4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幕荣誉最佳影片等奖项 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农村七天发生的故事 故事里记载了小嫌 一个12岁女孩对家庭和村庄的记忆 在这七天里发生了三次死亡和两次出生 6. 特技狂人 5月17日上映 特技狂人 5月17日上映1221608 特技狂人原本是在4月上映 后改当到5月 是不由瑞恩高斯林 艾米利布朗特主演的动作大片 改编自1980年代同名剧集 讲述特技演员扣特因意外受伤 提供一年后他收到了前女友球帝导演芯片的邀约 他本想在兼顾事业的同时再次赢回至爱的芳心 却意外发现自己已被卷入了一场邪恶的犯罪计划之中的故事 而且影片海外口碑已解禁 辣番茄目前新鲜度90% Metacritic网站开局综评分79分 影评人称赞这是一部非常欢乐的爆米花电影 两个小时让人目不暇接 很享受 7 朝映暮雨 5月17日上映 2024年5月有什么电影一定要去影院看呢 相信很多人都在等这部朝映暮雨 该片由韩三平监制、张国立指导、范伟、周冬宇主演 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穿婚纱的杀人少女 讲述了刑满释放人员老秦服刑30年后出狱 只想娶妻生子、开启新的人生 却意外结识同样刚出狱的女孩长娟 她求子、她求财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人 开始了一段各怀目的的利益婚姻的故事 8 今夜 即便这份恋情从世界消散 豆瓣7.85除以20上映 今夜 即便这份恋情从世界消散 无疑是520电影的首选 影片由道之俊友、福本例子 改编自一条假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神骨透以一次虚假的告白为契机 决定守护因患上疾病 而每天都会失去记忆的同期生日夜真知的幸福的故事 影片2022年就登陆日本影宴 国内看过的观众也有很多 并且打出了7.8的高分 喜欢的日本纯爱片的朋友不要错过 9 哭夜 5月上映豆瓣7.9 嘎那金棕旅奖提名 5月最值得看的电影中一定少不了哭夜 故事讲述两个孤独的人在赫尔辛基的夜晚 偶然相遇并试图找到彼此生命中的第一个唯一且最终的爱 他们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被男人的虚久 丢失的电话号码 不知道彼此名字或地址 以及生活总倾向于在那些寻求幸福的人的道路上 设置障碍所笼罩 本片不仅是法国电影首册年度十佳影片 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 并且提名了第76届嘎那电影节金棕旅奖 10 彷徨之刃 5月上映 彷徨之刃也是不压了很久的作品 终于定当2024年5月 影片由黄志明监制 陈卓指导 王千元 王景春 齐熙等十丽演员出演 影片改编自《冬野归吾》同名小说 单身父亲李长风在女儿被几名未成年人凌辱杀害后 毅然踏上复仇之路 并在此过程中与警方展开杀戮与反杀戮的追踪 情与法中极较量的赛炮 日本、韩国都曾拍过该小说 中国版本会是怎样的风格 让我们拭目以待